在地的文化館那邊下車 然後讓你看一個老房子 在地的人他願意提供出來 然後讓無償出來 然後15年的時間 讓在地的一文傻子來做努力 然後把這個地方拖胎換過 然後吸引更多不同的地方的人 來很喜歡這個地方來那個居住 這是我在雲林裡面 比較常看到這些 因為我本身除了社大之外 我的本業其實是做地方文化館 跟文化生活圈 所以如果說我覺得 雖然因為年底的話 我們明年要辦農業博覽會 我倒覺得如果說 我們未來其實也會嘗試 融入農村文化的生活圈的概念 讓來參與的人 他不會只是著馬看話 他反而有更多的選擇性 然後其實可以 可以正式來搞秉立 我覺得到農村地方 是來做朋友的 他不是來消費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 有些觀念不同的轉換 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這邊沒什麼優勢 是兩邊都是鐵 所以要小心 迷路的時候要講出正確的 精確的地方 因為我以前剛來的時候 我找那個開車 我一定迷路的你知道 超過我的範圍之外 我都閃閃 這邊屬於平原 但是還是熟悉這裡 然後人家問我說 你在哪裡那個迷路 地方有什麼樣的明顯象徵的東西 我就說有一大片的鐵 兩邊都是鐵 然後有很多的電線桿 然後他會跟我講 你廢話 哪個地方不這樣 你看海邊都這樣子 所以想 真的要 電線桿好嗎 也沒有 無法Google到 告訴你們大家 那這個虎偉 剛才我們的路上 其實有一間廟台 來不及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們如果對宗教信仰 而且不喜歡那種煙霧苗嗎 那種什麼金子啊 燒得很燻的感覺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叫 不會有一個吃法媽祖廟 如果你機會上來去查 這個廟真的很像藝術品 它像書院 它不是像一個廟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這地 我也蠻推崇的地方 就是你喜歡那個 看到不一樣的宗教的信仰 而且它是很 雅置的 我這麼講 書卷氣的 那等一下呢 是那個 七羅有一個很有名的媽祖廟 前幾年有一個店 叫做鼎陶 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 那個鼎陶 其實那個媽祖廟 也非常的粗錢粗力 然後也有在鏡頭上面 那個叫做福星宮 然後它叫做太平媽 那這個季節最好是太平媽 繞平的時候 其實一般那個媽祖神經 是在3月25 23 就是三回笑媽祖這句話 所以3月份來的時候 雲林寺跟張雲家 都是非常熱鬧的 因為這是那個媽祖信仰區 那我們再做一個研究調查 怎麼會 這些每年都可以繞進呢 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點 你看其他像台南 或是像那個 那個路 那個路 那個路有沒有 或者是像那個 他有去過屏東的東港 那個什麼東龍東日 三年一科 大部分都是黃岩廟那些 有沒有 這個地方很特別 它是每年在繞進的 然後我們後來在人類學族群的那個老師 一直在研究說 應該是這個地方的公土條件好 所以它的穀物很容易生長 所以它可以有更多的那個 錢財去供供 或是來做這樣子一個 布施活動 沒有 這還是在做那個研究調查之中 但你可以不能來發現說 這邊的習俗很特別 即便是你是離家很遠的 年輕人有沒有 不知道是媽祖盛事 或是那種大活動作 或是請假回來的 因為你看他臉上 他搞不好是那個銀行對不對 是訪問到 一個是銀行的經理 所以他臉上是畫那個 八家獎的招式 你知道嗎 那你不是上班的 你說我請教 因為爸媽 這個是父傳 就是阿公告訴爸爸 爸爸告訴孫子 你知道嗎 這樣的文化就是 那這個當代 這個現代 還是我這樣子一個文化傳承 我想這個是 這個地方很特別的迷人地方 嗯 好 那我想那個 因為我們大家 在十分鐘都會到 所以你先簡單的休息一下 讓孫子的東西消化一下 小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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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